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飞沫及接触传染 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院所时 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请全程佩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使用过的口罩请妥善丢弃 不造成环境污染 另外提醒大家,出入医疗院所时 随时保持双手清洁 并避免用双手触摸眼睛、鼻子、嘴巴 保护自己,不让病毒上升 防疫不松懈,请确实佩戴口罩 降低传染风险,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元宵节的前夕 金融市政府公布了牛年元宵提灯 霓虹小乳牛 有别于以往 以白色为底 透过身上的七彩斑点 展现铜趣与纯真 模样超可爱 金融市长牛昌手上这一盏生肖灯笼 就是金融市政府今年推出的元宵提灯 霓虹小乳牛 以白色为基底 透过身上的七彩斑点 展现铜趣与纯真 模样相当可爱 很适合家长与小朋友一起DIY享受亲子时光 霓虹小乳牛的提灯设计 就是跟往年用花布 或者是比较复古风格的这种色彩 比较不一样 那所以今年特别选择 是一个比较纯洁明亮的一个白色 来作为底色 那也借由牛汁上面的七彩的一个斑点 来展现这个铜趣跟纯真 那而且这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材质的设计 那这个民众只需要把这个纸张交错组合 就可以很快把它完成一个可爱的 这个小乳牛的一个灯笼 非常适合跟小朋友一起来做DIY 除了超萌的牛连元宵提灯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 也推出了四条基隆一日游路线 邀请民众元宵佳节到基隆赏美景享美食 路线一是这个香火营绕的一个祈福之旅 从火车站到城隍庙 然后可以到萧山路的小吃 到清安宫 到这个蜀建咖啡 到夜市 然后到和平岛的天后宫 拜拜 然后最后可以到海科馆 超清公园来玩 第二条路线可以从我们的火车站 然后到萧山路来吃小吃 到海洋广场 然后到仙洞岩佛首洞 然后到我们中山区的牛肉一条街 来吃牛肉面 或者是吃汕头牛肉汤 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外幕山 跟秦仁湖的滨海大道 到敬咖啡 然后回到庙口夜市 到洞岸的广场 那第三条路线 就是可以到我们正宾的色彩屋 到图门咖啡 到河吞很多的餐厅 吃美食 造访阿根纳的造船厂 然后河滨岛公园 可以到雷达站的咖啡厅 望幽谷 也可以到星巴克的新峰门市 回到庙口夜市 那第四条路线是亲子欲教于乐的路线 从我们基隆的火车站出发 到海洋广场 也可以到我们的湖宰山 休闲咖啡馆 然后到这个皇冠大楼的乐飞 亲子游乐园 或者是东岸商场上面的一个游乐园 然后到冲政公园 然后到23号台 到海客馆 到朝鲜公园 除了2月24号下午3点 由金融市长刘昌 在文化中心广场发送1000份 霓虹小弩牛元宵提灯外 2月25号上午11点起 在东岸及西岸旅游服务中心 也将发放牛年提灯 民众只要到金融旅游网 脸书粉丝专业按赞 并分享活动讯息 就可以免费索取 限量600份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另外元宵节要吃元宵 你觉得哪里的元宵最好吃呢 金融市长林又昌 大力推荐金融在地的 两家人气名店 不管是酒酿桂花汤圆 还是咸汤圆 都是全国最好吃的 他公开向各县市下占调 邀请各地的元宵来一较高下 也呼吁到金融丸的游客 千万不要错过 全台湾最好吃的桂花酿元宵 大口吃下汤圆 金融市长林又昌 竖起大拇指指呼好吃 这家金融在地经营超过50年的 手工元宵老店 竹打酒酿及桂花汤圆 每到元宵节前 总是吸引大批人潮 甚至连总统蔡英文 都慕名前来品尝 还有这家位于仁爱市场一楼 同样有数十年历史的咸汤圆老店 也是金融人的美食口袋名单 牛昌说金融元宵全国最好吃 他也特别向各县市下占帖 邀请各地汤圆来一较高下 金融市政府观望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表示这两家人气汤圆店的汤圆 外皮Q弹绵密 内线料风味浓 游客造访金融时可千万不要错过 被金融市长评为全国第一的美味汤圆 记者张旗团金融报道 最近来看金融市议会 召开预备会议 决定将从3月15到26号 举行零食会 其中崩化虫新冠肺炎疫苗 核实开挡 莱猪的问题怎么解决 工厂造成的致癌气体该怎么办 采发处短短时间内 居然坏了三位处长等问题 都成为市议会议员们 要质询及考察的重点 金融市议会召开预备会议 决定将从3月15号到3月26号 举行两次为期10天的临时会 其中包括市议员庄龙青提出的 新冠肺炎疫苗核实开打 以及莱猪的问题 疫苗的这种我们民众哪时候可以来打 希望说能够市政委能够来给我们议会 一个明确的报告 那第二点我想在去年的8月28号 也宣布说要开放这个 台湾莱克多巴胺的美租进口 我想这个也是民众非常关心的 市议员杨秀玉和张耿辉提出 中央要补入1.8亿元 要如何串联基隆河岸自行车道断点 为何没有增加公测的议题 什么样的方案对我们这个 我们脚踏车自行车这些歧视 比较没有危险 那主要是说准备利用什么样的公法 市议员陈伟仲提出 业务被形容为包山包海 市政府重要单位产发处 短短时间内就换了三位处长 是否会影响业务推动的情况 然后请新认的产发处长 针对市民关心的重大施政 例如北无睹的这个产业园区 还有就是农地农用 也就是我们其实很多议员关系 江子辽的议题 那还有轻重科的青年事务的发展 以及非常多市民会关心 而且很多渔民会关心的 这个会破坏基隆外木山跟渔业 还有海洋生态的这个 协和电厂天海造陆案 进行一些进度说明 市议员王醒之提出 市长林佑昌表示 要采TOD模式 规划捷运到基隆的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问题是 整个捷运到基隆 沿线周边 从五堵到七堵到八堵的 沿线的土地 到底如何能够重新盘点 并且重新发展都市积能 然后以利于整个 大众运输系统 以及首都圈的交通运输发展 市议员吕美玲提出 富贵市场要限期强制拆除的议题 富贵市场强制要拆 是不是有什么黑箱作业 是不是有谁想要这块地 这么样的精华地 但是它却影响汤山的生存权 影响周遭 不管是三沙湾也好 还有我们中正区这个市区五里 他们的一般的生活 以及议长蔡旺莲表示 六肚科技园区厂商生产化学素质 常年产生致癌气体 可能影响居民健康 和生活环境等问题 都成为市议会议员们 要质询以及考察的重点 都在做数字 数字 数字是数字的 数字是很多东西的 基本成本 民国七十几年在那边设厂 你看到现在我本身住那边 我不住那边 这个案子也要提出来 百屋社区人口很密集 每次都闻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还说不出是个什么味道 化学品的味道 里面有一些甲本一些 到时候我会把资料给各位议员 那个都是致癌屋 有三种 总共还有一种分 油脂旁一个分 还有多路联盆 他那个就是顺风事 另外市议员张渊祥指出 台北港和台中港已经禁止 一二起柴油车进入港区 避免空气污染的情况 而基隆港呢 市议员于三发和装进圣体处 外木山海埔新生地改善工程 后续围管 以及市议员宋伟丽要求考察 废校后的太平国小 现在的定位等议题 都将在这次临时会时 要求市长以及市政府相关局处官员 说明清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发生重大的警察 违纪案件 这个月初在基隆市府前的 一起斗殴案件 意外发现两名派出所的远警 跟地下兑换集团有挂钩 疑似因为侵吞脏款 引发了纠纷 派出所里 两名远警座位紧淋在一起 不过桌上东西都已经被清空 南洋派出所周姓远警跟苏姓远警 涉入贪毒案 而其中周姓远警 警专班才毕业一年多 2月5号晚上 基隆市政府前发生斗殴事件 当时警方获报到场 意外查出自家人 有两名远警涉入不法交易 跟地下汇队集团有挂钩 和车手说好先假装被逮 事后再分张 违法事情曝光 分别计量大过免职处分 而现在警方主动深入调查之后 发现还有其他人介入其中 日前本局张姓黄姓远警 因涉及贪毒案遭法院积压 那为整次封计 本局第一分局主动清查 发现周姓与苏姓远警 亦涉及贪毒等不法行事 相关的案情 以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 课证积极森办中 有关涉案的远警 因违法勤结重大 本局于110年2月17日 80召开考纪会 决议一次计两大过免职 而目前查出 四名涉案的远警 就有三个人 在南容派出所服务 身为远警 还故意钻漏洞 以为跟车手勾结 都不会被发现 就用市警局也强调 绝对不会护短 将会继续追查 记者黄绍明 接下来又带您来看 基隆市安乐区壮观里内 有樱花大道 樱花剪开 日夜都有很多人来赏花 碍于道路政府无钱征收 500米道路夜晚昏暗 巡守队员与里长就自掏腰包 购买了太阳能的感应灯 五板钩尺装设了22盏大小灯 解决了无法装设路灯的问题 来到中安社区道路 民众休闲散步 两旁樱花绽放 民众一边运动 一边赏花 好不惬意 不过这条被称为 樱花大道的彩业道路 其实两旁都没有路灯 傍晚入夜之后 对于休闲散步民众来说 相当不便 为了解决光线昏暗 社区的寻守队和里长自掏腰包 在过年前购买了太阳能感应灯 500公尺的道路已经完成装设22盏 希望在入夜之后发挥功效 让民众散步更方便 晚上经过的时候只要有人经过 这个感应到的时候 这1234这个LED就可以亮了 所以在没有路灯的状况下 而且可以省电 不发挥公堂 晚上在这里散步的人 傍晚下午 无论是下午尤其是傍晚 在这里散步的住户相当的多 我们很需要这边的光明 很希望这边的光亮 有照明的时候 最好是全部都是路灯最好了 但是路灯没办法嘛 没办法你就Eloid灯在多中级别吧 这样对你们来讲 运动 至少在心理上他会比较有点安全感 社区志工每天都会来清扫道路 让环境更整洁 有太阳能感应灯 樱花大道未来将会吸引更多民众 前来休闲散步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传统习俗中许多民众都会在农历新年到宫庙进行补孕 祭改 安太岁等仪式 祈求神明保佑平安健康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了解各种奥秘 基隆城隍庙里的道士 正在为民众进行补孕祭改仪式 祈求神明保佑 让新的一年都能平安顺利 每年我们城隍庙都是在出世接审了以后 那当然新的一年开始 那信众那信徒总是希望 新的一年能够将去年不好的孕 这样能够化解掉 然后新的一年也希望在城隍业局 众生明的保佑之下 能够这样新的然后平安顺利的一年 所以说我们在大年初次接完财神以后 都会有所谓这种祭改补孕的 这样为信众来祈福求平安的这样仪式 基隆城隍庙表示 祭改目的在于要化解掉你今年所泛冲的煞心 也可以针对个别不顺遂的事件做祭改 庙方会准备生鸭蛋豆干猪肉等 作为小三生祭品 象征压住赶走不好的运势 而补孕的民众要戴一件本人穿过 有袖子的轻薄上衣 庙方会准备代表长寿的面线 以及12颗龙眼干 仪式完成之后会剥壳 象征脱壳重生 很感谢陈皇爷跟陈皇夫人的 就是把它倒杀钢 让我们夫妻两个人的身体就是还蛮灵厌的 所以每年我都会来拜拜 然后这一盖补孕这样 家人也是一样都是都平安这样 护国陈皇除了陈皇爷非常神威显赫以外 那我们后殿的陈皇夫人也是很多信众 为了求家庭平安或是爱情 这样顺利都会来祈求陈皇夫人来保佑家庭和乐平安 还是说事业还有这样爱情能够这样顺利 那所以说很多信众为了答谢陈皇夫人对他们的这样保佑 甚至来协助他们的家庭美满都会准备很多的化妆品 来答谢夫人对他们的这样照顾 而除了季改补孕之外 庙方表示今年属牛和羊正冲 属龙 马 狗 偏冲都要安太岁 庙方会在有福令的红纸写上善男信女的名字 和出生年月日经过道士用传统道教科医仪式 再把红纸贴在陈皇爷大神像旁边 就是传统安太岁的方式 基隆陈皇庙表示 每年农历初五到十五元宵节期间 都是季改补孕的好时机 请神明保佑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利 而在平常日每天下午一点也会有收金仪式 记者基隆综合报导 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少节目 让儿少节目能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养分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议主办的第二十届 国人自治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 五星奖颁奖典礼 特别评选出荣获五颗星的优质儿少节目 也从中选出了六个年度大奖的节目 由大爱电视台直播的热青年 荣获五星推荐外 也获得儿少社会参与奖的殊荣 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看看 制作单位走访全台各地 以纪录片的方式带大家看热青年 是如何把梦想转化为现实 把傻镜转化为力量 开创儿少对于在地议题的关怀 那其实大爱电视台现在面临数位转型 其实我们在四年前 透过热青年这个节目 就一直以IGFB YouTube 用不同的形式跟所有全台的青年去做互动 而且我们是采线上跟线下 我们透过节目的播出 甚至我们每年已经连续三届都会在华山进行策展 我们的制作团队是一群很傻很热情的团队 因为我们的策展的厂部都是自己亲手做 因为我们节目主要是用纪录片的形式来纪录说 就是在台湾就是各地 然后不同的年轻人正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透过他们希望可以发挥出一些社会的影响力 然后让更多人发现说 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我们只是忘记了 但其实一直偷有人在做 然后也有人在坚持地做 热青年希望未来能够传递很不同的观点 给所有全台 就是刚才的儿哨评审也是 因为这些热青年在全台各地 都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他们的影响力 透过我们的平台被看见 做儿哨节目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可能是在资金上面 可能会真的有点不足 像拍纪录片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个 就是比较深度的拍摄 但有时候可能因为资金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一些 就是器材设备的关系 所以导致说我们可能没办法 就是更能够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表达出来 但我们每一次的拍摄 每一次的节目制作 其实是尽心尽力的想要呈现出最好的给观众看 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哨节目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哨五星节目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哨节目 同时美观也特别感谢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赞助经费 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哨节目五星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哨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另外以色彩创意发下 赤资千万打造的巨型场景 色狼展2.0 目前在华山文创园区展开 以梦境为主轴 结合了视觉创意 装置艺术 心理测验 及疗愈语录 民众不论是躺着拍 坐着拍 站着拍 都超好拍 成为社群上吸睛的焦点 疯狂习版脸书 IG的打卡景点色狼展 日前在华山文创园区 以梦境为主题 探索民众内心世界 有网红设计的12个场景 运用视觉创意 装置艺术 心理测验 及疗愈语录 让民众怎么拍都很有戏 尤其是进去里面 不一定全部都是彩色 就是还有噩梦 然后噩梦完之后 又有古梦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系列 像一个故事一样 就是你走到每一个地方 你就有自己的梦里面 会有的印象 或者是你曾经梦过 你就会觉得很印象深刻 里面还蛮多想 就是蛮多自己 真的有梦过的梦境 跟着网红们一起探索 由不同颜色组成的梦境 造梦同乐 无论是身处神秘黑洞 粉红沙漠 或是纯白捕梦网帐篷等场景 都让人一秒变成网红网帅 潮汐精 我对于珍珠白这个颜色 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今天身上 其实也算是珍珠白的一种 比较偏黄一点 但是这个珍珠白 给我的感觉就是温暖 然后让人家觉得没有距离感 然后很好清静的感觉 然后今天整个展览灌晒之后 会发现 天哪 他有把梦境的主要 就是那个理念灌溉在这个 整个展览里面 会让你觉得说 哇很有出乎意料的设计在里面 然后把就是他有一句话说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这个展览的确做到了 彩虹的这一面呢 最主要的slogan就是 我自己手写的 No rain no rainbows 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或在任何阶段 没有像下雨天的这种挫折 养分 不会有这么漂亮的彩虹 那到最后呢 转弯这边是一个异象 那这个我特别设计了一个圆形的金色镜子 它的代表是一个小太阳 那里面呢 就是要提醒自己 要对自己笑一个 因为微笑是你最大最大的解药 然后记得成为你生命中的太阳 这里的啤酒 这边啤酒是不能动 但上面有设计的logo 然后但这两个啤酒 我觉得 个人是觉得最好拍的 就是它可以 跟朋友一起干杯 然后它就是 一个不会倒的啤酒 蛮可爱的 然后另外一边呢 它就是一个啤酒倒下来的样子 那就是可以张开嘴 往天上看啊 或者就可以跟朋友 在这些隔板之间前后互动 然后在最后在这边 就会有一个夕阳 那这个夕阳呢 就是一个在海边 有落日余晖的感觉 然后就会有一些 说尽管有天美好 可能会变成泡沫 但是我们还是朋友的感觉 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在这边 很快乐的合照 疫情时刻 口罩仍是防疫必需品 整场最后以缤纷色彩 设计一道口罩墙 俨然成为展览一大亮点 邀请民众进入追寻自我的梦境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